这一期来看一下iPhone 13 Pro Max的最新消息 嘿大家好,我是铁爸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聊一下iPhone 13 Pro Max的最新的进度 那最近在国外比较知名的Unbox开箱的YouTuber 他宣称拿到iPhone 13 Pro Max的模型机 那这种模型机呢,通常都是提供给一些周边的厂商 去制作一些手机壳啊,萤幕保物贴还有外挂镜头等等的 那从他的模型机看到iPhone 13 Pro Max的镜头的部分 真的比上一代iPhone 12 Pro Max还要大很多 那就表示iPhone 13 Pro Max镜头模组升级的部分 CMOS的部分有可能再加大 那快速科普一下CMOS是干嘛用的 CMOS从手机1吋M43、APS-C、全幅、装片幅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体积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那也就是说CMOS感光元件越大的话 拍出来的照片成像会越细腻 所以这次13 Pro Max的CMOS再加大 在拍照录影的部分效能应该会更加提升 看来Apple在iPhone照相的这一块也是下蛮大的功夫 毕竟大家现在不管出去玩还是日常生活 都会随身携带着手机 那如果照相的功能会更好的话 也是会吸引使用者想要升级购买的诱因 那再来看到刘海的部分确定它依然还是会存在 那会比上一代12 Pro Max的刘海再缩减0.8公分 所以13 Pro Max的画筒跟前面一些侦测元件的位置都会稍微有点改变 那你上一代如果有买很多玻璃把握贴备用的话 除非是全透明满板那种应该还可以使用 那你如果是电竞霧面那种会稍微遮到刘海的话 应该都不能使用 那iPhone 13 Pro Max在外观尺寸的部分 跟上一代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只有在机身的厚度稍微增加一点点 非常有可能就是上一次预测了在机身里面增加了一块散热片 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散热效果更好 那再来就是充电孔的部分 确定还是会保留原本的Lightning接孔 非常可惜没有升级到主流的Type-C接口 这样你Apple周边iPad Pro跟iPhone就要另外买两组不同的充电设备 真的非常希望iPhone也可以改成Type-C的接口啊 那从最新的iPhone 13 Pro Max的预测资料中看到 处理器跟荧幕的材料的部分 处理器将会使用S5仿生晶片 那荧幕材质的部分呢 就如同预测的iPhone 13 Pro Max将会升级到LTPO面板 那LTPO面板的话就会支援120Hz的更新率 那你在玩一些高速转场的游戏啊 画面会更加的流畅 最后就是13 Pro Max的侧边的按钮 从模型机看出来跟12 Pro Max的电源键 静音键还有音量键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从预测资料中也没有提到 萤幕下指纹辨识这个部分 还有电源键整合Touch ID的部分 也没有在资料中提到 所以接下来要发表13 Pro Max 将还是会使用Face ID来进行解锁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你还是可以使用Apple Watch来进行iPhone的解锁 好的以上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iPhone 13 Pro Max的最新模型机 那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啰 谢谢大家 拜拜